好 最新的畫面 台北市長蔣岸安到了永安國小投票 來看最新的情況 蔣市長這真的辛苦了 昨天晚上有沒有睡得好 睡得不錯 那我想這段期間太太很辛苦 因為我到處輔選 那太太幫忙照顧孩子 所以今天回去就好好抱抱太太 還有三個寶貝 今天早上跟他一起來投票嗎 跟太太 因為他還是要帶小的 兩個小的 所以我先來投票 那他可能等我回去 我來顧孩子 他去投票 市長待會會跟太太還有孩子吃個早餐 應該會 我想今天應該有一點空檔 可以陪太太 陪孩子去一下 也許簡單吃個早餐 陪孩子吃他們喜歡的 市長看今天投票率是不是有望可以超越2020 覺得今天投票的狀況如何 目前看起來還不錯 那天氣很好 我想這個當然多少都會影響到投票率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踴躍來投票 珍惜手中這一票 來決定我們台灣的未來 晚上會去總部跟大家會試 我們先來確定整個投票過程是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好 這是我們看到台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已經進行的投票 那麼看起來呢 在經過的激烈的浮選之後 今天好像大家都睡得蠻好的臉上的氣色 看起來也都不錯 另外呢 我們待會兒也會來看一看 那麼包括了這個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蕭美琴呢 也到了這個開票所了 我們看到目前的包含了 余天也在現場 那目前這個地方呢 是在新北的永和永平國小 那麼我們來看到目前的最新情況 是的 主任市長 買了房子 第三件 第三件 第二 第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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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看到呢 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在現在目前是到了新北的永和永平國小呢 來進行投票 那麼等一下有最新是不是有談話 我們持續會帶您到現場來了解 好 不過我們來看到以前都說見網之來 但是呢 對於在選舉上面是不是能夠適用呢 真的是不曉得 因為選情真的是很難預測 不過我們就先來看看過去的這個投票數的部分 尤其是藍綠的票數的變遷史 我們選兩次的肉搏戰 哪兩次呢 就是2020的總統大選跟2022的決戰百里猴來做比較 我們來看到北台灣的部分 真的是這個結果讓人覺得太震撼了 過去這兩次的選舉變化也太大了 我們首先來看到2020年的總統大選 在過去北部地區呢被視為是藍營的基本盤 但是呢 蔡英文呢 在這個新北 台北 基隆 全部都綠化 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到 在台北市的部分看到2020總統大選 民進黨87萬 贏過了國民黨的68萬 基隆呢 民進黨的11萬 贏過了國民黨的9.9萬 另外呢 還有就是在桃園部分 民進黨的71萬 贏過了國民黨的52萬 在新北部分呢 民進黨139萬 贏過了國民黨的95萬 但是這個情勢呢 在2020年的時候 決戰百里猴或是出現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 我們來看到呢 完全都翻轉過來 在台北市的部分呢 看到蔣萬安呢 他是淘汰了台北 這個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時中 57萬對上43萬 另外基隆的部分呢 謝國良呢 是以9.6萬 贏過了民進黨的蔡世英 另外桃園部分呢 張善政也是贏過的對手蠻多的 還有就是在新北部分 差距最大的 可以說在新北 2022年的這個九合一選舉呢 侯友宜是以 115萬贏過了這個民進黨的林佳龍 林佳龍那個時候才69萬 這個在九合一 新北的部分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這是我們看到 從2020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全部都是北部呢 全部都是綠化的情況之下 在兩年之後 2022年的決戰百以後 完全都翻轉的過來 另外除了我們剛看到北北基陶之外 還有我們來看到新竹 桃園跟苗栗的情況 好2020年呢 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桃竹苗一代呢 是韓國瑜少數 可以跟蔡英文交鋒的地方 好但是呢 韓國瑜在桃園市呢 是產輸了將近有20萬票 好在新竹市是輸了有4萬票 但是呢新竹縣呢 這個部分是小贏將近2000票 好我們看到苗栗是贏下了1萬多票 但是到了2022年的這個 百里喉決戰的時候 看到呢綠營完全完全都沒有辦法 再掌握桃竹苗的部分了 好我們看到呢 國民黨的張善政光復了桃園市 還有楊文科呢鞏固了這個竹縣 還有高鴻安呢為民眾黨打下了新竹市 跟國民黨關係比較好的中東景呢 也是從國民黨前縣長徐耀昌手下揭曉的苗栗 好這是我們看到在過去兩次 2020年的總統大選 跟2022年的百里喉的選戰 兩次的肉搏戰 好這個結果也太震撼 因為呢要翻轉馬上就全部都翻轉過來 好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目前呢 投票的最新情況 今天要來看的是這個民眾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五星營她是穿著牛仔外套 戴著墨鏡走進的學校大門 現身在信義區的五星國小投票 來看到最新的情況 我選舉的時候稅都很正常 就早點投完啊 因為沒有電子投票啊 我就不用來這種 來學校這麼早還要來投票 對啊其實很可惜就是 我們這次選舉發現到說 其實有兩百萬人 不管在國內或國外 都不能參加投票的 所以我們這個民族是 氣質感不完整的 所以有九成的人能表達醫院 那其實今天心情非常開心 像今天天氣一樣 好謝謝你們 2024總統大選跟立委選舉 今天登場 總統參議員今天早上九點鐘 是現身在新北市的秀朗國校 而黨部主委余天也到現場來看 今天全國各地的天氣都很不錯 那我剛剛已經都投過票了 那我也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踴躍出來投票 那民主國家的公民 可以用手中的一票 來決定國家未來的前途 所以我還在這裡要呼籲大家 趕快出來投票 記得這是我們公民的權利 也是我們公民的義務 謝謝 謝謝大家 要記得帶身份證 另外行政院長陳建仁 今天早上八點也跟太太 前往投票來看最新的情況 看起來是因為天氣很好 然後陽光普照 所以大家可能都出來 投票都出來很早 所以排隊排得很長 不過大家順序都相當的好 我們選務人員呢也都相當的盡責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呢 一定會相當順利 我也希望我們全體國人 大家一定要出來 在自由民主多元包容的這個國家 這個投票呢 本來就是我們每一個公民 大家應盡的義務也是影響的權利 我們大家踴躍投票 表示我們的自由民主是蓬勃發展 台中南屯永春國小呢 是台中投票人口最多的地方 總共有2400人 是最大的票櫃 我們要連線給李雲杰 來告訴我們目前的最新情況 好 主播觀眾 帶您來關心台中的投票狀況 台中最大的投開票所 在南屯區的永春國小 總共是有2400人 一早太陽露臉天氣也不會太冷 可以觀察到排隊隊伍中呢 長輩跟年輕人一半一半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排隊人潮會越晚越多 隊伍一直從走廊延伸到籃球場 不少民眾搶在八點時間一到 就來到附近的投開票所 就是為了避開人潮 而這次每個人所領到的選票 就是總統立委跟政黨票三張選票 對比上一次9和1大選 算是相對簡單很多 扣除排隊的時間 整個投票流程 大約只要3到5分鐘就可以結束 提醒民眾必須攜帶投票三保 印章身份證跟投票通知單 才能順利完成投票 以上是來自台中的最新狀況主播 好 今天全世界都在看台灣 2024總統大選投票的最新情況 這次被美國有線電視新王指為是 2024可能會改變世界的一場總統大選 而CNN在今天早上 台灣時間也播出了 針對台灣大選的專題 不過其中提到了大陸發射衛星 台灣發出警報 卻是把衛星翻譯成為飛彈的尷尬 CNN還特別在今天早上的8點台灣投票之前 跟美國國內新聞主播連線 而現場連線的民眾已經在排隊等候投票的情況 資深國際特派記者雷普利表示 台灣許多的選民甚至不惜買機票回台灣投票 也顯見了大家對於這場總統大選的重視 在選前最後一天許多大陸台商趕載搭機回台 而記者呢到北京首都機場直擊 有不少的台商一早就排隊等著搭飛機 表示這一次呢不惜要快閃也要回到台灣 因為可能就差自己這一票 北京首都機場一早幾報 滿滿都是要反台投票的台灣民眾 不少人在最後一刻買機票 直呼可能就差自己一票 那即使在北京這邊的台商 也都很踴躍回去投票 時間的話應該都很短啦 我們就回去幾天 然後就會過來北京這件事 所以多一份自己的行李多一票 希望能夠促成台海的和平 這次大選跟過年時間相隔比較遠 依照往年台商回台投票意願 可能有所考量 但這次回台人潮不斷湧現 不少台商快閃回台兩天 都要投下省勝一票 不論透過直行轉機還是小三通 預估近20萬台商返鄉投票 不少人來短期出差或旅遊 也趕在最後時間回台 這次是出差啦 然後出差的時候 有大概看了一下回程的時間 會卡到選舉 那就盡自己的一點力量 選擇自己想要的 就是我們的生活 也是要靠我們自己啊 大陸近一週內 反台人潮爆量12號是選前 最後一天 台商返鄉最高峰 北京 上海 成都 廈門 以及轉港澳 經濟倉機位 銷售九成以上 投票意願相當熱絡 選舉結果牽動台海關係 陸生到台灣念書也出現變數 海基會副秘書長證實 包括吉林 重慶 陝西 廣西等省市 都有學校近期突然表達要暫停 或取消陸生來台交換計畫 但後續是否有變動要持續觀察 記者黃衣俊 李晴 在北京的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1分20 devil 3分40秒 白搐 3分50個人